四年一度世界杯足球賽 總是能讓各國球迷一起封足球 但想看不同國家球星同場較勁 又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啦 比法國際足球協會 在墨西哥舉辦的慈善賽 和墨西哥球星們交手 就比較能滿足資深球迷願望 因為參加退役球星 大家肯定不陌生 包括前鋪他當家球星 Louis Vigo 巴西的Ronaldino 以及日本帥哥中田英壽等等 儘管和全勝時期身手 無法相提評論 但球感和腳下功夫依舊 瞧瞧Vigo這個行進鍵的頭錘 進到沒有話說 墨西哥的門將是完全反應不及 看完Vigo之後 他的明星隊友Ronaldino 也來秀一下 這一球是利用墨西哥這邊的失誤 往前一點找到Ronaldino 追求二打一的機會 喬遠駐推射 雖然速度不快 但角度沒有話說 看起來國際明星隊 是來勢洶洶 地住墨西哥面子有點掛不住 得趕緊想辦法進球才行 HIGH CAMPUS有聽到 鄉親父老的心聲 儘管是一把年紀 這個海豚是飛撲桃槌 順利破亡 而且進球之後 不忘了一個性感POSE ENDING 就是希望場邊攝影師 可以多按幾下快門 這場慈善賽罵輸贏不是重點 表演賽好玩最重要 悄悄國際隊的總教練 陸帥比賽尾勝也忍不住衝進場內腳癢啦 當然裁判大人翔少 日本的帥哥鍾田英壽 也難得出現在鏡頭面前 最後這場慈善賽地主的墨西哥 9比8金錢贏球 兩邊歡笑聲不斷的結束比賽 球員球迷也大呼過癮 對比賽尾勝也忍不住